大家好,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《百米清水》。 亲爱的观众,收听今天的分享,自己变优秀了,所有的问题都会好起来。 为什么我每天生活得很焦虑,为什么我很失败,为什么我总是很贫穷,同样是人。 我为什么活得不如别人,一个生活得很错误的人,总有一次摔倒能够让他,觉醒。 一个真正觉醒了的人,停止了抱怨,不再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,敢于证实自己,检讨自己,承认自己现在所有的难。 都是在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买单,承认了一切都是因果关系。 是时候改变自己了,再不改变就老了。 如果你能有决心改变自己,所有的问题都会好起来。 一,你现在所有的难,都是在为过去的错误买单,重斗得斗,重瓜得挂。 有因必有果,因果定律是所有自然事物之间最重要,最直接的关系。 你今天的所有好与不好,都取决于你过去的所作所为,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 周星驰说过一句经典台词,出来混是迟早要还的,你现在欠了很多钱,和你以前的挥霍无度是分不开的,你的身体素质越来越糟糕,胖得变了形。 和你的懒惰,缺乏锻炼是分不开的,你现在身边一个朋友没有,和你的道德品质缺失是分不开的,你现在有了,牢狱之灾,和你的违法乱纪是分不开的。 民间有句顺口溜说,别看现在闹得欢,小心秋后,拉清单。 这个时候,一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纠正错误,改变自己。 只要开始改变,什么时候都不晚。 二,能改变自己是神,企图改变别人是神经病,在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几段话。 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,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。 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,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改变,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。 但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。 当我到了迟暮之年,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,我最亲的人,但是爱他们根本不接受改变。 临终之际,我才突然意识到,如果起初我只改变自己,接着我就可以依次改变我的家人, 然后在他们的激发和鼓励下,我也许就能改变我的国家,在接下来,谁又能知道呢? 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能改变,一个人能改变的,只有自己。 三,再不改变就老了。 庄子说,人生如同白居过细,忽然而已,生命是如此的短暂,一晃我们就老了。 当我们老得步履阑珊的时候,能够自己给自己说一句,我这一辈子已经尽力了,我很优秀,我心安理得。 而不是自责,不是对自己,问心有愧,那就足够了。 如果过得很不好,那就马上改变自己,让自己优秀起来,不要再拖延。 拖延症,就是我们第一要改变的,再拖延下去,我们真的就老了,连改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让自己忙起来,忙,是治愈一切,恶习,的良药,因为忙你,不再与狐朋狗友,一起胡吃海喝,因为忙你,不再挥霍无度,因为忙你,不再抱有幻想,因为忙你将变得不再懒惰。 四,让自己孤独,和群,堕落的开始,孤独,优秀的开端,我们不得不承认,有的时候,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我们的交友不慎。 一个人的堕落,失败与贫穷有的时候,是因为沉浸在一个负能量的圈子里。 虎豹独行,牛羊成群,负能量的圈子会浪费你的精力,让你不能,静,下来专心经营自己。 负能量的圈子,让你变得贫穷,负能量的圈子,让你失去上尽心,负能量的圈子,让你失去自我,随波逐流。 舒本华说,要么庸俗,要么孤独,让自己孤独,让自己静下来吧,把所有的时间,精力交给自己,专心为自己而活,努力地好好地打造自己,经营自己,给自己一个华丽的转变。 默默地努力,默默地改变,你一样能够经验所有人,改变自己,让自己优秀起来,不分早晚。 当你认为晚的时候,恰恰是改变自己的最佳时机,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,让自己的变得比现在更加优秀。 有的时候,一点小小的改变,就能够迎来华丽的转身,把羡慕别人的眼光变成努力的动力之光,改变自己,激发自己潜在的能力,和过去的所有缺点说再见,慢慢地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 当你变得足够优秀的时候,一切问题都会好起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